字幕志愿者 FED的货币政策研究的报告跟发表论文 所以大家观察礼拜五会不会有巨大的变化 群众市场现在量越来越小 而指数波动越来越小 观众 这下场超级大烂片 观众 今天你去电影院 假如你买了门票 结果进到电影院里面坐下来 发现是一个超级大烂片 观众有一个选项 一个就是马上离开 一个就是看到结束 到底结局会不会有出人意外的结束 而现在群众市场 就像是一个超级大烂片 进来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说电影院好多人 一定是好看的片子 大家都挤进去 可是始终没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FED的利率会议 所以到底这一出的大烂戏 歹戏脱棚 会不会在这礼拜五 有一个终结站 叫我们做观察 好 另外我们看台湾今天公布的 最新的7月份 8月份的外销订单的一个表现 7月份的外销订单 跟8月份的外销订单 目前看起来连续16个月是衰退的 那外销订单 但是出口的领先指标 我们到底怎么观察 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来宾 好 第二位请到是 君王的总主币 邱志昌 邱老师 好 第二位请到 形态大师 蔡生蔡老师 好 第三位请到 我们的这个财经部落客 投资专家 坦克爷 好 到底怎么观察 包括台湾的外销订单 跟台北股市今天的反弹有关吗 韩国的三星电子 今天股价刷新了历史新高 又应该怎么做解读呢 那更重要的是 全世界的美国 美元 还有美国股市 都在等待礼拜五的 全球央行会议 怎么做观察 我们将广告 你看台湾是按照这个依赖 这个外贸的需求 为主要发展的国家 毕竟台湾的工业产能 非常的大 非常需要海外的需求 你像友达 友达每年生产的面板 这个数以一片 你像南科生产的低润 台积电生产的晶片 基本上这个随随便便 一个月的生产都可以让台湾 用几十年 所以台湾是非常依赖海外需求的 没有海外需求 台湾的面板 台湾的手机 台湾的半导体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出入的 所以外销订单就反映着 外销未来的外贸需求 我们看7月份的外销订单的金额 市场只来到350亿美金 这个数字有点低过市场上预期 它叫6月份继续衰退了1.9% 跟去年同期又衰退了3.4% 以及是连续16个月 出现衰退的变化 所以外卖订单表现不佳 也代表台湾的外部需求不足 当然对于出口产业 或对电产业 感觉是比较悲观的 假如我们从细项做观察 观众这是经济部公布的细项 最重要这次不如预期的原因 是在于支通信产品 特别是包括笔记性电脑的需求不足 跟价格下跌 使得原本预估7月份的外销订单 能够止跌 因为7月份的订单 两个月出货 刚好是欧美国家第四季的旺季 所以我们现在从外销订单做观察 似乎台湾进入下半年 非常有可能进入旺季不旺的可能性 这可能性还蛮大的 另外包括电子产品 叫上个月仍然衰退1.8% 那特别是面板 这个面板衰退幅度就非常非常大 较去年同期衰退了15个百分点 虽然最近面板双虎 包括了群创 包括友达 在市场上放出的都是好消息 可是事实上从外销订单来看 有人说谎话 就是面板市场听说很吃紧 可是订单市场完全很宽松 所以到底面板产业有复苏吗 至少从经济部所调查的外销订单 是看不出来的 那台湾的外销订单 反而是靠着一些传统产业 包括了基本金属 塑化加工品 以及一些相关的矿产品 来做止跌反弹的支撑 我要请教坦克也做观察 因为从这个7月份的外销订单 连续16个月衰退 当然过去外销订单 包括M2 M1 跟股市是一个正相关 可是也不知道哪一天 已经脱钩了 从这一次7月份外销订单 我们看到台湾下半年景气 怎么做解读 我们看到我们先前跟大家说 这里的话是一个资金的行情 资金的来去 才会影响股市的一个波动 那这里的话其实 我们来看基本面的话 其实表现的真的不是很好 那刚刚世光提到说 在这个7月份的外销订单 我们来看是350亿 这里的话 现在观察8月份的表现 因为8月份是 去年的8月只有350亿 就是相对低基期 那如果说这个 今年的8月份表现 还不如去年的8月份 就是说还摔退的话 那其实表示 今年下半年已经不用看了 就是明显的忘记不忘 那这个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最主要刚刚世光讲的 这关键是在于 资通讯产品的一个衰退 那其实我们要观察是说 刚刚那个面板 刚刚世光提到说 面板还是衰退 但是这个衰退幅度 已经明显的减弱了 简单来说是前几个月更惨 那因为面板大家不要忘记 我上次来跟大家提到过 看贸易的时候 大家看的是金额 可是这个价格是会下修的 就是我们看到数量可能不变 但是价格是往下走 那相乘起来 绝对的总金额就会往下走 所以这里的话 有几个现象可以观察 第一个是来自于这个 中国大陆及香港的订单 慢慢有点好转的现象 那一部分是来自于面板 那面板我们等一下 再跟大家讲原因 那其实简单来说的话 整个台湾的话 还是以制造业衰退 那个资讯通讯产业 衰退成为一个主意 那我们来看 为什么会衰退 这边云险最近有一个新闻 我们跟刚刚讲 订单还是在 订单其实没有变少 但是价格往下掉 前一阵子苹果 因为苹果其实 每年都是台湾就靠苹果 苹果一支手机救台湾 但是今年的话 这边传出来说 苹果它因为这个手机 听说呼声不是很好 它为了维持毛利率 怎么做呢 它有压榨台湾的供应链 它卖不出去 回过来压榨台湾的供应链 因为只有这样 它才可以维持它的毛利率 另外一个新闻跟你讲说 这边跟你讲 它为了砍价 然后供应链在反弹 因为它没得赚了 那就是继续谈判 谈判的时候会花掉时间 时间脱掉之后 整个iPhone7的出货时程 就往下避延 好 那我们先来看 在iPhone的部分 其实大家知道 每年第四季是一个比较 它的这个旺季 欧美消费旺季 对 欧美消费旺季 iPhone的话 也是每年第三季 9月份推出 然后10月份大开始卖 其实在iPhone6的出来的时候 它背货生产量 7700万支 但是我们看到 在这个去年的话 其实6S呼声没有那么好 背货量掉下来 7500万支 今年因为delay掉之后 目前最新的预估 大概到7100万支 到7000支左右 7000万支 对 整个拉货 整个明显的往下掉 为什么刚刚提到了 很多因素造成 其实这是一个关键在于哪里 关键在于 大家过去想 苹果是怎样 每两年改款一次手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今年号称应该是iPhone7出来 可是据到目前 一些透露的 一些曝光的 一些名人手上拿的 间谍照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苹果知道 再怎么样微步的功能 什么双镜头 防水喇叭 没有天线 然后没有耳机孔 这些都是小鼻子小眼睛 投资人 本来说消费者 明天要买的力道不会很强 所以真正的关键在于 明年 它在明年 要做什么 它要做Moled 就是要做新的这种 有机的面板 那就是信带技术 画质更好 那好了 那问题又出现了 你会发现 当苹果它把所有的心力 都放在明年的时候 为什么刚刚面板会 这个呈现跌幅缩小 因为这个日本跟韩国 的相关的面板厂 已经在调整产线 他们要把过去旧的面板 的产能留着 要转换到Moled 准备为明年的Apple做准备 那所有的都会发现 都是在明年的话 那今年怎么会好 我们来看 Moled的话 除了苹果要这个背货之外 中国大物的手机 也开始在导入Moled 不管是像OPPO或是小米 中兴等等 都开始有手机 纳入相关的这个Moled的区块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现在就是过渡期 苹果的过渡期 那今年的话 如果这一款手机 因为其实 iPhone 买iPhone 6的人 其实还是有 必须买iPhone 7 因为绑约大概两年 两年到两年半 那它会有一定的需求 但是因为 其实iPhone 6跟iPhone 7 中间的过程 并没有很明显 让人家非买不可的一个预期 所以我们看到认为说 遞延到明年 这个Moled出来的iPhone 新一代的iPhone 大家可能预期比较大 所以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台湾面临到一个挑战 是在观察这些数据 刚刚可能看到 就是台湾的技术 有点落后一点点 其实不只台湾的技术落后 现在面临到很多的观察 其实我在看这个 外销经济部的订单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说 他认为说 AR VR 物联网 虚拟实境 货通实境 物联网 这些会带动下半年好转 办到一个需求 但是我们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彩色供应链 什么叫彩色供应链 简单来说就是 红色供应链是光大陆 但现在大陆跟美国跟日本 开始在做合作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虚拟实境 贾伯斯 Facebook旗下的 叫Oculus 他们并购了一间 虚拟实境的厂商 这个其实过去我们在操作是这样子 看到一个新科技产品出来 第一个时间是什么 台湾有没有它的供应链 台湾有没有业者打入帮它代工 这一次业者有 但是不是台湾 我们来看一间公司 这叫各个股份 在深圳画牌 我们看到 它其实是Facebook旗下 Oculus 虚拟实境设备的代工厂 然后也是Sony PlayStation VR的代工厂 简单来说我们会发现说 代工不再是台湾的专利 大陆也开始接得到 当这样子台湾的技术 没有往前走 然后代工又不是我们的专利的时候 其实会面临很多的挑战 是 我们看到 因为现在中国夹带的 它巨大的市场 跟巨大的成本优势 跟国际合作 台湾没有市场 也没有任何的技术优势 唯一剩下的是股票市场 骗钱跟矿钱的优势 我们讲MLA 其实我们的节目讲了好久好久 其实你说友达群创 不知道MLA有未来性吗 不知道三星跟LG 布局MLA很久吗 都知道 可是一旦砸钱布局 MLA的一些设备 跟资本的相关支出 会影响当季财报 所以事实上友达群创 一支装作没看到 现在看到了 又说钱不够 需要政府资源 所以台湾的这些大型的面板厂 说实话老板很会炒股票 老板很会搞垄断 被美国抓去关 可是要搞技术 基本上能都没有 当年面板能够茁壮 也不是日本技术转源 因为日本人要发展 电疆电视 这个液晶电视 日本人不要 台湾有一群笨蛋 有一群傻瓜 那还有一堆散户 好 就把液晶丢给台湾 就没想到电疆被液晶给KO了 所以台湾就出现了友达群创 当年还面板无虎 可是日本人不会一直犯错 韩国人也不会一直犯错 台湾的成功 一直建立在于 别人犯错的身上 我要请到Kia老师做观察 因为事实上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对比一下 你看我们看到 这个最近三星的股价 再度刷新率新高 台湾要成功 唯一就会是别人失败 假如别人不失败 不要说成功 只要不犯错 台湾的厂商 特别是技术业的厂商 是没有机会发展的 包括金元代工 也是因为美国的半导体厂商 犯了错 这个商业模式被曹新城发现 被张周谋给发阳光大 所以事实上只要大陆犯错 韩国不犯错 日本犯错 按照台湾上市公司 只知道炒股票 搞子公司 搞IPO的逻辑 我讲这个台币再贬到100也没用 没有竞争力 我们先怎么观察 从竞争的角度 从刚刚世光跟唐家 所提的这个观点当中 可以看得到 其实对大陆我们的出口 在350亿当中 它是增加的 但是最近新台币 对人民币方面的话 我们确实是属于升值的 所以说在短期的情况之下 台湾并不是因为汇率的问题 所以引发外销订单的增货减 因为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 是已经陷入到一个cost down 一直在cost down 然后如果说你有练过Valent V-A-R-I-N-T 个体经济人的话 我想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的利润函数 厂商的利润函数就是P乘以Q 减掉你的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的话 一般我们是用Corp Douglas的生产函数 我们叫CD 就是一个其次的 就是你增加几倍的生产要素的时候 就会增加 等于是生产力 对 生产力 但是问题现在是出在P跟Q 就是你的价格 你的价格没有办法make up上去 主席总处跟国华会主委他也知道 他说我们只能够等人家订单 我们没有那个brand 如果说有一个brand 有一个Samsung的brand 他带了一个品牌 然后下面一大串的子公司 全部都上来 所以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式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科救里面 最重要的有一点就是新南向政策 为什么 因为新南向政策 常常想到的就是低价的劳动成本 问题是说我们创新的技术 是在哪边 所以才能够把毛利率把它拉高 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似乎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主导性在 就等着 另外第二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 那个劳工的问题 因为劳动力的那个 劳动跟休闲的tread off 目前是hold one的 hold one的就是说 什么意思 hold one的就是说 你如果说劳动工资调的比较高的时候 再调高 我休假要越多 对 就是我们经济学上面所提的这个劳 反而是加薪的缓前提之下 劳动的生产力反而会下滑 会下滑 我不愿意工作了 这个就是我们经济学上面所提到的 这个labor and the ratio 我们以前故事感觉是说 加薪你就愿意上班 再加更多的奖金 你会更努力上班 可是他有一个拐点 有一个拐点 这拐点出现之后就完蛋 就是加薪是没有用的 加薪晚上不加班 都跑去北同公园抓宝可梦 去抓神奇宝贝了 加薪他都去抓鬼了 奇怪 所以基本上是无效 就是台湾现在不是低薪问题 其实刚刚翔老师提到重点 台湾最大问题是加薪无用 这很特别 美国现在也是加薪无用 其实全世界都碰到问题 不是牢固说22K难怪没有生产力 外面有给你44K 你一样没有生产力 这就是劳动市场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 这有学体做支撑 对 所以说在这两个情况之下 我们新南向政策应该是注重那个市场 不是要注重那个工人 工人的这个成本 因为我最近也东南亚厂商的一些企业组 跟我接触 我发现到说 他们在那边有时候是用人民币在发薪水 所以说等于说成本 都是一直在cost down cost down的话你碰到大陆 大陆cost down比你更厉害 对 没错 所以说红色供应该要摆脱红色供应该的话 有几个机制应该要建立起来 第一个包括推厂机制 比方说有一些公司 他的股权要卖掉 像美国这样IBM后来把一些印度 卖给大陆了 就卖了 反正我就卖了 可是卖了之后你会发现说 他软体的收入毛利达到50% IBM把最不赚钱的部门 就是server部门 个人server部门 卖给联想 结果把这部门卖给联想 联想被IBM个人部门给拖累 可是联想把钱给IBM IBM拿这个钱去发展新科技 其实说起来台湾的电厂 要有给它退厂机制 就是把资本给套回来 发展新科技 对 因为退厂机制的话 就表示说那个是in the past 就是过去我们那个祖父母 用的那个电竞体收入机 那个应该要退厂 退厂的话你要有价值的话 就是说允许有一些国外的公司 甚至大陆的公司 尤其是傻逼来并购 对 尤其是对岸的傻逼 没有 我没有这样讲 大家都是聪明人 没有 傻逼有两种 一种像我们认为 以经济分析来说 大论是傻逼 就是蛮笨的人叫傻逼 可是有的人认为他是杀逼 是上帝的对手 是魔鬼 傻逼跟傻逼 听起来差不多 可是对于台湾的转型很重要 我们一些低阶的产业 必须靠这些傻逼 或是傻逼给吃下去 才能把现金套回来 做新发展 对 因为人家cost down 比我们厉害 然后我们比较低的毛利就给他 要不然老是在谈笔电 其实出口不好 就是一直在怪笔电 一直在怪笔电 我就觉得这个不太make sense 是 好 我们看一下 刚刚其实刚Tia老師也提到 今天Tia老師带几个 第一个 台湾问题假如以经济学 所以官朋友 有时候经济学很重要 为什么现在大家 不是22K问题 现在其实除了台湾之外 包括日本 包括美国 包括大陆都碰到问题 就是给劳工加薪 结果生产力不增反减 刚刚Tia老師 我们就会再请Tia老師 来讲这个理论 为什么加薪之后 劳工的产出 反而不增反减 原来经济学有这个 劳动曲线的一种 后弯 后弯的一种现象 所以台湾问题 不要再相信什么22K问题 给你44K 一样没有生产力 这是一个总体经济学的问题 另外我们看到 台湾过去我刚刚讲面板 一经面板能够成功 是因为日本的企业犯了错 日本所有签业都重点 押注于电疆电视 把疫情的禁数 放给韩国跟台湾 结果没有想到 一次台湾韩国就起来了 可是日本这次不犯错 尤其是韩国起来的时候 也不犯错 在MLA当中 完全KO台湾的厂商 这只是一个产业的例子 台湾只能在 人家不犯错的环境当中 求得一个喘息的空间 那更怕是台湾放你错 观众我们看我们南向政策 这是台湾的总外销订单 做观察 蓝色线就是总额 我们看第一大的是中国 第二大的是美国 第三大的是欧洲 可是我们现在 期待我们的东协 东协六国在这边 东协这是日本 东协六国来 弥补这些国家 观众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今年跆拳道 不是全军接末吗 举重只拿一面金牌吗 好 那我们下次东京奥运 派小学生出场 观众你觉得有可能吗 金牌的选手挂了 银牌的选手吃尽药 铜牌的选手撑不住 你就随便抓个小学生 想去参加奥运 台湾的南向政策 就是这个逻辑 你这一点点的市场 想要补这些大洞 基本上是没门 所以不仅日本韩国大陆 不犯错 而台湾是不断犯错 观众你懂事吗 差很大 说我要请教蔡老师做观察 当然台北股市过去跟外销订单是正相关联动 可是今天我们看外销订单很烂 台股往上冲 其实最重要是要请教蔡老师 因为最近台北股市这两天开始波动 是受到资金开始有点外逃的味道 全市场之后蔡老师说 31块附近 31块1 台币升购了 你讲的话不到三天 台币直升回便 所以从台币来看 从台股来看 到底台北股市这波资金行情 没有紧急行情 只在进行行情怎么做观察 好 台币当然是攸关我们整个股市的卖动 因为这波升值带动了整个股市上来 因为热钱流入 再来当你到达一个满足之后 我们算的是31.13 这里刚好31.17差不多 到达一个满足之后 它后续上 如果它还有机会再升 那当然股市还有机会 那问题就是说 它如果开始回便了 那资金就要开始外逃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到达跌幅满足之后 我们来看这一个的底部 最少都是四五年以上 那四五年以上 这里涨不会只涨一波 往上是台币扁美元升 对 也就是说这边扁 不会只扁这一波 这一波是因为到了一个满足的时候 美元修正 对 美元修正 然后它一个假突破也是做修正 一般来讲修正两波差不多了 对 那差不多了之后 从这个大的结构 将来要回扁的机率就很高了 这扁破前高34块钱是有机会的 先不要说扁破前高 就这个机率来讲 回到这个前高的机率就很高了 对 那你光是回到前高这个机率 那你股市如果从哪里来 不是要从哪里去吗 这麻烦是麻烦在这一点 所以就台币来讲 这个回扁的距离很高 然后就时间来讲 这里大概每一次 它扁到一个程度之后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就能够确定它这个 这个就是伸服的满足了 一个月左右 那现在两个礼拜过去了 所以说未来再两个礼拜 就能确定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 台币31块附近就算是 一个旗扁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这个的话 假如直接行情结束了 就很好玩了 就刚刚好 就在这一段期间 上次我不是讲到说这个地方 我们讲到台子期5分 我一直强调5分钟的那个量 超过万口的 我们才把它抓出来 已经之前是密密码码的 2到5月份 然后那一支斗垮了外资 那外资当然 他可能这个新加坡摩台旗 那边自己有币了 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万口的 这个应该是小英不认 那个九二公式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对称的 拉台万口的 多单拉回去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对称的 然后这个再出现这个 上次我讲到的 连续三根万口大量 加起来四万口以上之后 你看盘了一口头之后就下来了 所以只要量价一旦出 这个地方如果没错的话 那个什么美股还有在创新高 但是为什么台湾不再跟了 因为这边已经 因为量一定会出 有量这个东西 后面都会有故事出来 这个量就是砂盘量 对 这是砂盘量 就有故事出来 然后你看这一根就破线 然后又是带万口大量 直接杀破 杀破之后这边就变成什么 假突破 所以形态上 它是已经属于一个转弱的 那再来就是刚好现在 就在它破线的时候 摩台期又要开始结算 摩台指新加坡之前到昨天为止 21万8千口 是一年来最大的位比较量 代表市场上非常热闹 这个热闹是往哪方向走 好 那你看 在摩台期 只要它一个方向开始要走的时候 都几乎都在结算大量的时候 像这个地方这个底部要突破的时候 结算开始往上攻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到 业内大获全盛的地方结算 然后外资 我们当初就不是预估外资在摩台型 大量的做避险空担在里面 就真的就往下下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也是一样 大量之后开始绑走 只有上一次的大量 维持在高档震荡 但已经一次了 现在又要来结算 那结算一定是爆量的 所以爆量之后就注意 这个颈线是不能破的 因为累积了两根大量在上面 那个方向一旦确定出来 那个方向就会比较明确 所以这个点大约是在 就在332这附近 这个点是不能破的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我们就从摩台台指定 最近的爆量 还有包括下礼拜的摩台结算 已经台币的走势 官方要注意到投资的变化 尤其是台湾的外销订单 连续性的衰退 你看韩国也衰退 可韩国的内需景气 在朴槿惠的扩大财政 刺激的环境之下 内需慢慢出现反弹 而外销基本上能够得到 适度弥补 所以我们看第二季 韩国GDP年增率成长超过三个百分点 所以目前要观察台湾市场变化 当然我们知道市场 按照这个德国股神科斯托尼的讲法 经济是主人 股票就是您的这个小狗 狗跟主人 主人跟狗 在外面遛狗的时候 狗会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可一旦跑太远的时候 狗就会碰到清洁队 不好意思 铺杀回家 做成好吃的香肉 所以这个狗不能跑太远 观众 大家很残忍 可是你不要置自己为险地 那关键哪边 我们就往来观察 这是一场FED的歹系脱膨 到底何时升息 这个礼拜五 这个FED主席叶伦 将在全球的央行年会 接收后一个地点 来进行FED的货币政策的解释 跟演说 它会是这一场FED 降息升息的一个 终结战 终结曲吗 我们叫广告 我来看一下 美元好落 今天下午的时候 一元升破了一百 叫广告 马上再回来 好 观众 我们看一下 这是昨天美国股市的 江波走势图 也是用美国股市的 一分钟走势图 观众 我们用另外一种眼光 戴上另外眼镜来看 它像是一个心电图 因为它的每一面 所以美国股市很妙 开盘之后 你看 急拉 急拉也没事 然后横盘 急杀 也没事 横盘 急拉又没事 横盘又急杀 可观众 你看到它这个过程 这美国股市 稻穷指数 我们当然用小稻穷期货 你用S&P500 用稻穷指数的现货 一模一样 那么有 急拉没事 急杀没事 急拉没事 急杀没事 杀完之后没事 再急拉 然后又没事 再急杀 然后再急拉 再急杀 慢慢慢慢就平了 观众 假如它是人的心电图 我们只要请医生来看 这个时候要通知家属了 你懂意思吗 家属赶快来报到 在美国纽约交易所 道琼指数的家属赶快来 您的道琼指数 已经撑不住 所以观众 这从而美国股市 很妙 怎么上 横盘怎么下 怎么下 怎么下 又不跌 又上去 它从后到尾 就变成一个巨尺状发展 一路巨尺到 最后大家都睡着 这美国股市 昨天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我们观察 这个波动率 刚刚那个波动 叫波动率 这个波动率已经创下 这个欧债风暴 以来的新低 这个波动率 当然也可以做VX恐慌指数的 一个测量 那VX市场交易的 齐全波动率 而这次实质波动率 已经创下新低 不能更低了 这市场已经没有波动了 假如我们用心跳 来形容一个人的话 这个心跳现在不到20下 基本上 它已经一只眼睛 看到上帝 一只眼睛 看到谁 我不知道 基本上已经闭上一只眼睛了 所以美国股市流动性 现在越来越严重 假如我们再往下做观察 观众 最近美国股市的量 缩得更严重 上次量缩 但美国股市出现一个 蛮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那这一次又碰到这样说 尤其观众注意到 道琼指数 这过去两个月以来 形成一个非常微小的 双峰形态 这双峰不大 可就是平平的 平平的 稳稳的 完全没有交易 我要请教一下 蔡森蔡老师 我们先怎么观察美国股市 因为美国股市已经混很久 就在高档区 像S&P500还过高 NASDAQ也还不错 也有过高 可基本上都要形成对称 这三种对称 观众就图有点小 美国股市是两个平台对称 观众 导播我们稍微近一点 两个平台对称 来 再近一点 再近一点 摄影师再近一点 它是两个平台对称 在这边对称 来 我们拉过来 那S&P500 它有时间对称 它往上了 你来看NASDAQ 当然也被遮住了 它基本上是个头肩顶的对称 这个时间点非常非常接近 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这个时间点 就在这个礼拜五的 Jackson Ho 全球央行的年会 观众我们在预告的时候 特别提到 今天你买票进了电影院 不管你跟谁 基本上买了电影票进去之后 假如你看那个 宇宙无敌大烂片 请问你怎么做选择 你已经买了票 而且已经看了一个小时后 发现它是个宇宙无敌大烂片 一个小时怎么办 通常你会选择离开 还是坐下来 等它演完 到底这个片子有多烂 我相信正常人的选择 都是坐下来 反正快结束 我看你最后这个片子 有没有一些戏剧化的转折 或是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事情 还是真的是宇宙无敌大烂片 就跟台湾现前很多连续剧 演了一千集你知道吗 永远没有结局 很夸张 到底什么时候会结局 就每天跟念经一样 每天就这样 没有结局 FED的升息 FED的QE 就像是个宇宙无敌大烂片 所有的投资人 看到订阅人很多 大家都买一张票 往里面挤 听说这边很精彩 结果进来之后 又不降息 又不升息 要QE QE结束 那有没有新的QE 不知道 就是宇宙无敌大烂片 所以大家每天都等待了 是不是下次要升息 升息之后市场会不会有波动 这戏就好看了 结果每次都没波动 那Jackson Ho 特别的原因是 去年耶伦缺席 全国央行的年会 去年耶伦 非常反常的 并没有出席 我们去年811会改 把FED的升息就打坏了 那这一次 Jackson Ho的会议 这节目我们提到 它的主题就是 FED的货币政策 所以我请教一下 蔡老师的观察 因为我们回到上张图 不管你看双方 不管你算一个平台 还是算头肩底 刚好时间就是礼拜五 那我们有一个概念 礼拜五 美国股市盘后的利空 通常是利空 因为风险有亚洲承担 雷曼兄弟就是这样 我们怎么做观察 没有股市 这几天 假如蔡老师 你是一个心脏科医生 基本上是不是要发出 通知家属的一个动作 这个该联络的 生前的 这个生前产品买了没 那是不是 骨黑罐准备了没 要什么时候应告别式 我请了尝试做观察 是光这个新电图 比喻的真是太妙了 就是美国股市 虽然是在历史新高 但是他住的是加护病房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历史新高的地方 然后我们把这个中间 中间这个地方 NASTA和S&P是差不多的 都出现了短线的假突破出来 对 短线假突破 就是看他会不会跌破这个线下 形成一个大的假突破 那这个行情就会宣告结束 因为他满足点到了 那这个满足点差一点点也差不多 因为这是大波段的 允许一点误差的 是 好 那你看这个地方 从中间把它剖开 左边是七天 四个交易日 现在已经六个交易日 今天晚上是第七个交易日 也就是说要表态 就在这一两个晚上 所以新电图它会走平的 原因就是这样 快要通知你 到底要电极帮他起来 或者是说你直接就领回家了 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是要投资家属 老师你再看一下 因为你是把这高点做剖面 因为我们看道琼 因为道琼跟S&P不太一样 因为道琼 来来来我们看道琼 因为道琼的高点不像S&P 有明显过高 你刚刚是把这边剖开一半 只要把前面这一半再算进来 就是S&P 道琼我们用S&P来看好了 它大约就是左右两边的对称 对 那如果对称算起来 以S&P这个地方的 这个区块来讲它是13天 这个地方现在也是第12天 所以刚好就是今天晚上 都是一样的 就今天晚上 对 时间它大约在今天晚上 不然就是明天表态 对 就是这一两天了 所以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心跳这样跳 进入加护病房 今天就决定是要电极 还是要领回 就是两种选择 就是这个样子 电极能 通常你都电极了 都还能撑多久 你今天节目读很大 因为台北股今天拉很凶 到底这是代表什么样意义 就明天我们就要知道分晓 就蛮特别的 对 就我刚刚上一段讲 就台北股市那个 那个起子的那种异常量 你多久才会发生那一次 连续三根四万多口 那个东西一出来的话 我告诉你 叫我们看量价结构的人 那叫异常 异常就是一个反常 反常就会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所以台股都不孝子 在挂掉之前已经开始偷分遗产了 所以有异常量出现了 那就很好玩 台股现在主要的主力是谁 外资 对 所以为什么会做出这个样子来 今天它的多单刷新史上记录 就是有史以来 外资在台湾起货市场 最做多的一天就是今天 那今天晚上就是美国股市 到底要急救还是要领回的关键 他把多单拱到最多 我看这故事其实说起来 你没做没感觉 其实市场上拼得很凶很精彩 所以五月份下杀的那一次 外资的多单也是当时的最多的时候 是不是也杀下来 所以已经有前次的经验 那这一次你就不要被骗了 这种东西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美元好了 因为美国股市之所以称赞高档 就是因为他做的强势美元 让资金回流 长期的回流 那现在美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刚转弱 因为这个地方刚转弱 你如果对称起来 那个时间又要很长了 拖很长了 这是周线 这个随便都是那种十周八周的 好久 那时间就要拖久了 拖久所以说上次讲到 来到支撑94 这是一个支撑买区 然后你停损要设在93.4跟93 这周线看起来是93差不多 那只能看是这个区间 所以美元来讲 这个区间的震荡的几率就大很多了 观众要注意到 这几天我们看到像台币 南非币像人民币像韩环 都是贬值的 那美元不是升值 No 日元欧元升更多 所以先变成工业国家的货币再升 因为我们大家都以美元 做对照的基础 假如美元是一个中性的 没有多空的 那美元为什么涨跌 因为工业国家货币再升值 新兴国家货币过去五天都在贬值 也就是有钱 从新市场回流到了发达跟工业国家 假如美元是中性的话 但美元本身有生命 不是每个人都是以世光做英俊不英俊 潇洒不潇洒的代表 那你可以以我做指标 但市场我本身有一个客观的指标 所以美元的强度 其实背后内涵还是蛮多的 是啊 所以美元现在 我认为它震荡的几率会很高 因为这个一破 当然就是有所谓的八到十周的 那个飞板极碟的危险期 不过一般来讲 整理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对称来看 那可能整理的时间会很久 那就是进入什么 美元就是进入一个整理期 那整理期各国的货币 大概都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一个比较小区间的一个震荡 好 反正时间要请教老师看油价 岳老师全市场第一个 在7月29号 这个我们那天做过节目 这个7月29号 观众在这一天问他老师 油价什么时候要跌 会不会跌回二十几块 他说四十块就要满足了 结果满足到之后 隔了三天就从四十一块 就上去了 当然就是纽约清源油 岳老师画的是纽约清源油价 那到底油价他们怎么走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请老师来做说明 但我要巧克力老师做观察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就是这个礼拜四开始的 杰克森洞 翻译杰克森洞 在一个洞里面开会 观众什么人会在洞里面开会 那不是红八路 就是红两路 反正都是不好悔意的鬼子 鬼子在洞里面开会 尤其是去年没出席 今年出席 而且题目叫做FED的货币政策工具 感觉是不拖则已 一拖就叫吓死人 关明老师吗 高潮来了 这一场FED的世间情 最重要的高潮 叶伦拖不拖 老师拖不拖 我想现在陷入一个矛盾 就是第一个 全球的经济学家都希望 FED能够升息 甚至连对这个经济 最保守的这个格林斯班 那时候美国已经陷入到的 Stackfration 那个停滞性的通膨 停滞性的通膨 解决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升息 印度央行先讲了 然后澳大利亚央行也讲了 这行长都受不了 你美国再不升息 我们都快被憋死了 其实升息来讲的话 代表美国对于未来的景气 跟未来的资金的需求是看好的 那如果说一直不升息 甚至反而是跟这个 英国的这个英格兰银行一样 是用QE的话 再来一次宽松的话 大家都傻眼了 你会憋死了 对 那如果说再来一次宽松的话 就刚刚讲的 世光说经济带一只狗 那这只狗如果升息的话 还带得住 因为它是成长的 那你如果不升息的话 是不是能带得住 我们是有一个例子可以观察 就是今年做最失败的这个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从1月这个19号开始 就是负利率 然后最近又来一次利率 结果照成怎么样 第一个你要注意到 在建市场是猛跌 跌到这个负值利率 所以说美国如果说 它的货币政策一公布 大家发现杀眼了 它可能想要宽松的 那在建市场 势必值利率一直再往下跌 在长期的直入的这个 这个往下跌 那这样跌下去的这个结果的话 全球的这个资金会慢慢发现说 现在比较好赚的可能就是这个美债 也不好赚 也不好赚 因为过去赚最多的 今年年初到目前为止 报酬率最高是英国30年期 其实我跟小老师 我觉得一个问题 因为观众注意到 10月1号SDR 现在中国的国债准备 请朝而出找买家 因为大家需要用人币做储备货币 不是拿一堆人币 是要持有人币的资产 像台湾持有美元资产 用美元做货币发行的准备 是持有美国国债 那假如今天台湾的央行 澎湾南要持有人币当会会储备 那最方便 最安全方法 就是买进中国发行的国债 观众注意到 按照假如FED第一次不升息 全世界我们那天做过 大型国债只剩下中国一家 我指的是2%的殖利率报酬以上 也就是美国不升息 耶伦考虑了美国的选举 最后全球会有一个超级受益者 就是中国 中国可以用最低的价格 发行他的中国国债 发行大量的中国债 回来跟2000年一样 2000年他不是一堆呆帐吗 结果中国央行天才 他把外国存抵的钱 拿来补四大银行的洞 没事 拿外国的钱来补自己央洞洞 没事 现在千斩难分的机会又来了 你升息你挂 你不升息全球的货币 取之不竭 享用不尽 中国的债务问题 从来不是个问题 因为就等这一天 你不升息 我就发行中国国债 发行10兆美金给全世界 然后来弥补我这些企业的债 对 所以说刚刚世光所提的就是 受汇到人民币 或者是受汇到美元 蔡老师就讲说 可能就是一个盘整区 它不会往下掉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升息的情况 是应该往下掉的 但是结果也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债势本身 他会把资金做了一些吸纳 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 刚刚世光所讲的股市 因为股市方面我们在从事这个 微结构的这个研究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只是以台积电的这个股票 当成例子 左边这个是每五分钟 刚刚世光提到过 那个违买违慢的状况 我们在做微结构的时候 不管说用ARCH模型 或者是GACH模型 ARCH或者是ZARCH 都大学的 这是老大学老师骗我们学生 骗学费用工具 听都听不懂 没有 这个待会我再讲一下 台湾是看五分钟是最标准的 就是短线 一般我们用的资料 大概只有一年就够了 另外我们用这个模型 去验证刚刚世光所讲的 整个微结构来看的话 有一个刚刚世光所讲的风险 要注意 就是风险的聚集性 聚集的特性会有的 你刚刚有发到一个VIX 是网上仰的 那个是聚集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全球股票市场 包括台股或者是美股 它最高的报酬率已经过去了 如果说从EA到现在的话 你会发现那最高报酬率 它应变数已经过去了 我刚刚我们用那个 我最近在研究那个 GACH或ARCH模型 他会讲 接下来如果说 它的那个负的报酬率出现的话 它也有积极性 就是跌的话 它的那个跌也会聚集在这个地区 所以说刚刚验证的 那个世光所讲的 要注意到礼拜五的那个 FED的那个会议 坦克有什么具体系 因为电影院就大家好热闹 北投公园 像我今天跟朋友说 我不再玩宝可梦 可是我想去北投公园看热闹 因为我觉得好像很热闹 就是有热闹大家去 就是大家知道那边有怪兽 有神兽大家去 结果没抓到 会发生什么事情 走了回家了 结果干嘛 就捷运塞爆 想回家 没车座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坦克也 我们每天都等夜人拖了 让这一波FED升息大戏 能够进入结局 台湾有些万年长青去 永远搞不完 永远拍不完 永远看不完 礼拜五就要拖了 会不会拖 拖了之后会不会是 就全部跑光 你去观察 其实我觉得该反应的 现在已经在反应 但是我觉得就继续拖下去 为什么 继续拖下去 其实像刚刚就像世光讲的一样 整个指数的波动越来越小 小队 为什么8月会这么闷 简单来看 除了专家索罗斯 麦家华 航空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看几个有趣的现象 S&P500创高的时候 根据一份统计 它的内部人士 就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 已经大卖股票 就是等于是管理阶层的 高阶的或是内部人 他在7月份的时候 这个有买进的 大概剩下这个316人 然后卖出的有1399人 这可以说是相差比例 蛮悬殊的一个状况 这代表是什么 就是知道内勤的 知道未来不会再好的人 其实在高档已经在抛 但是他们没有回来 因为没有跌幅 他们不会回来 然后8月初有一份统计 很有趣 他跟你讲说S&P500 8月份通常是最平淡的月份 超平淡的 他跟你讲说8月份 平均的跌幅大概1.2% 下跌幅度 是9月份的4倍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其实8月份 该放假的放假 该请假的请假 该休假去看奥运的都去了 所以我会发现说 其实整个操作的量 为什么会变小 市场的量为什么会变小 因为参与者变少了 量变小一定是赠所税的关系 官媒也不知道哪些蠢蛋 说台股量说是赠所税的关系 官媒我们这里 就美股 美股我们一直都有赠所税 所以我们是全台湾 最早讲 台股量说是世界结构因素 跟赠所税无关 结果现在他们都不敢讲了 赠所税取消了 量也没回来 找谁负责 他骗完了通告费 骗完了顾问费 不讲了 不讲了 就妙了 所以市场事实是可以 经过时间考验的 所以全球都在量说 而且量说得很严重 对 所以刚刚蔡老师 讲了一些SNP500 我们把我们的看法跟大家补充 如果我认真看 我把这边遮起来 你会发现 这一阵其实跟新淀土还蛮像的 跟什么 清淀土还蛮像 你会发现 这新淀布者 对 在去年的话 我们把它遮起来 你会发现 其实大家认为这是头部 那个时候 然后他过高给你看 所以你怎么样研究 最后会发现说 其实这就是一个 下去才有人要满 就我刚刚讲的 为什么内部人要抛股 要卖掉 他们觉得涨多了 可是什么时候回来 他们终究会进来的 但是要先有一波的回档 就是要先有一波的回档 要先有一波的回档 你看每次回档其实都有量 每次回档都有量 每次回档都有量 对 我觉得就是 目前的状况是 大家手上卖掉 因为现金比例创新高 那这些人其实也知道说 一定要靠投资才能 继续滚下去 但是他们不会在高档 都是天花板的高档 貌然出手 我认为现在要等到 有回档才会有进去 不是 现金是一种鬼循环 你知道吗 假设杨世光是东森的 不要叫东森 假如我是中国信托的大老板 假设没有前景 赶快卖光光 卖光光之后 因为是负利率 我的钱不知道去哪里 我就去买一些 有收益的基金 就这个基金 操盘叫坦克爷 坦克爷拿到世光 卖掉中国信托的500亿 给他 坦克爷帮我操盘 坦克爷说 那我要买什么 我买中国信托 官们你知道吗 这变成一种很扯 很蠢的游戏 我是内部人 我把苹果股票卖光光 卖光光之后 现金是负利率 存在银行 被磕手续费 买什么东西都不保险 找找坦克爷把我代操 结果坦克爷说 世光只有苹果可以买 他又买回来 这个游戏真的很蠢 到底会进行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关键是在于 叶伦的升息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全球可能会比较大的波动 不管是10%或是15% 我认为那个时候 才会比较明显出现的可能 否则的话 其实波动率还会一直降低 好 这话今天慢话 不是瞧不起 是你真的涨不高 因为观众很妙 从这个1980年代 你看Volker 他这个最早的201公分 他利率拉到超过20% 那另外格尼斯坎 180公分 跟世光差不多高 他利率拉到9.8% 但是布林基更矮 比这个格尼斯坎 又矮了7公分 利率就不高 那叶伦是超级矮 观众好痛苦 利率就再涨不高 所以他们说 美国FED主席的身高 会决定利率的高低 除非美国下一个FED主席 会比叶伦更矮 不然美国没有负利率空间 可是只要叶伦在 看样子 利率是回不去了 到礼拜五 叶伦拖不拖 在杰克森后的全家会议 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四星期五旦 非常感谢三位 谢谢